听一个故事 说一段汉语 读一则成语 写一点练习 听故事 学汉语 爸爸妈妈 那我要吃饭呢 你要出发了 哎呀 真好啊 这个天也是挺好的 刚刚还是下太雨呢 现在天晴了不说 看 天上还有一道彩虹哦 啊 彩虹 彩虹 阿萌啊 你知道彩虹有多少种颜色吗 嗯 好像我也不知道呢 萌萌 你觉得吗 啊 彩虹啊 一般是有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颜色组成的 你说对吗 她爸爸 我说你说的对 阿萌 今天你要去参加跳泥坑比赛 彩虹也来给你送行啊 祝你能够马到成功啊 哎 又是马到成功 那如果我没有马 那就成功不了呢 啊 没有马 没有马也可以成功啊 昨天你还在给我和你妈妈解释 马到成功是什么意思 你忘了吗 呃 那我可能是太紧张了吧 爸爸 你不是说你以前是全国的跳泥坑冠军吗 那哪是我说呀 他本身他就是那么一回事 我就是 呃 那我这次要是没有拿到冠军 那我怎么办呢 那不要紧啊 我们不以一次成败 论英雄 你如果这次取得冠军 当然最好 但是 如果成绩不理想的话 没问题 下次继续 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你的阿萌 好吧 那我这次一定会努力 我要拿个大冠军回来 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 我马上就要有马了呢 那就祝你 马到成功哦 马到成功哦 孩子 说一段汉语 小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好 欢迎来到听故事学汉语的课堂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堂课的学习内容 这个字念 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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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滤折 橫折 竖折折�钩 衡 第二话是姜 竖折折钩 这个字念 牛 牛 牛 你 牛 马 马 �衍竖 度折 els 马 马 马 馬 马折 竖折折折钩 横,横,横,竖,这个字面 鱼,鱼,撇,横撇,竖,横折,横,竖,横,竖,横,横,这个字面 虫,虫,竖,横折,横,竖,横,点,虫,它的生母是翘舌音,一定要读准 这个字面鸟鸟,鸟,撇,横折,横折,点,树折,折,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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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横折,横,横,横,竖 这堂课我们要学习的汉字 第一个是 黄 黄 横竖 横竖 横折 横竖 横 撇 点 最后一笔是 点 这个字面 白 白 撇 竖 横折 横 横 这个字面 黑 黑 竖 横折 点 撇 横 竖 横 横 点 点 点 这个字面 绿 绿 撇 撇 提 横折 横 横 横 竖 竖 点 提 撇 那 请注意 绿它的右下半部分呢 是一个水 但是呢跟我们平常所学的那个水是不一样的 小爱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的那个水它本身是怎么写来着 嗯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了 阿蒙 那你清不清楚呢 嗯 小爱又记不住的时候呢 这个我知道 阿蒙那你说说看 嗯 是树沟 横 撇 再有一撇 再有一那 非常好 你说对了 那这个绿呢 它的右下半部分 不再是像水它普通的那种写法 而是变成了 树沟 点 提 撇 那 小朋友们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字念 红 红 撇折 撇折 提 横 树 横 这个字念 蓝 蓝 横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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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撇 横 点 树 横 折 树 树 横 横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 小朋友们你们谁知道这是什么小动物呢 嗯 这个我知道 阿蒙你说说看 这个是恐龙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恐龙是什么颜色的呢 嗯 这个是黄色的呢 是黄色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动图表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黄人 对吧 阿蒙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黄字该怎么写呢 呃 呃 老师 你总是问我这么复杂的问题呢 复杂吗 那你说说看 呃 下面是一横 呃 再是两个树 再是一横 呃 下面还是一个树 再是一横折 再是一横 再是一树 再是一横 然后有个片 再有一点 啊 累死我呢 累死你了 但是你说对了 阿蒙 非常好 横 树 树 横 树 横 折 横 树 横 铁 点 下面的这个图片 小朋友们你们谁知道代表的是什么动物呢 啊 这个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这个是熊 那它是什么颜色的熊呢 呃 它是白色的 你说对了 这个动图里面的小白还是大白来着 啊 老师 它是大白 没错 大白 那 小爱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白该怎么写呢 嗯 这个我知道 它是一片 再是一树 横折 横 横 非常好 铁 树 横 折 横 横 横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 你们谁知道它描述的是哪个动画人物呢 嗯 这个是猫吧 是猫 没错 你看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呢 阿芒 嗯 这个我还没有看过呢 那小爱呢 嗯 这个可能是黑猫警长 非常棒 非常棒 它的确就是黑猫警长 下面的这个动图表现的就更加明显了 黑猫警长正在击捕罪犯 那小爱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黑字该怎么写呢 嗯 我可以试一试 好啊 那你试试看 嗯 它是先有一树 横折 嗯 再一个点 再一个小撇 再一横 再一树 再一横 再一横 然后下面是个小点点 非常棒 小爱 你说对了 竖 横折 点 撇 横 竖 横 横 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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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小动物吗 嗯 这个我知道 阿蒙你说说看 这个是青蛙 青蛙王子 那 这个青蛙是什么颜色的呢 嗯 它是绿色的呢 哎 是绿色的 接下来的这个动图 这个动画片你们谁看过吗 啊 这个我知道 阿蒙你说说看 它是浩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巨人对吧 那阿蒙 这个绿字该怎么写呢 呃 这个绿字好复杂呢 就是左边扭来扭去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帽子一样的东西 下面是个水 呃 你这种形象记忆还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扭来扭去实际上是 撇折 撇折 横折 横 横 竖 勾 点 提 撇 那 刚才阿蒙所说的扭来扭去 实际上呢是绿字的左半部分 在这里呢绿的左半部分是这个字的偏旁不守 我们叫撕扭旁 也有人叫脚撕旁 这个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课堂当中详细讲解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小朋友们你们谁知道它表示的是哪种水果呢 这个我知道呢 阿蒙你说说看 它是个大苹果 那它是什么颜色的大苹果呢 是红色的 是红色的 接下来的这个动图表现的是 闪闪发光的红色的玫瑰花 阿蒙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红字该怎么写呢 这个也是左边在扭来扭去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扭来扭去的叫什么偏旁不守来着 叫脚撕旁 非常棒 那扭来扭去的这个脚撕旁的旁边是什么呢 是个横 这一树 这一横 非常棒 撇折撇 提 横 树 横 这个图片代表的是哪一个小动物呢 这是愤怒的小鸟鸟 是愤怒的小鸟鸟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呢 它代表的是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 小爱你都不知道 阿 这个是蓝精灵 没错 小爱是蓝精灵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蓝字 该怎么写呢 嗯 下面有一横 再有两树 然后还有两树 再有一扁 一横 一个点 下面再有一树 横折 树树 树树 再一横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横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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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撇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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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铁 竖 横 折 横 横 横 这个字念 黑 黑 竖 横 折 点 铁 横 竖 横 横 横 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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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字念 绿 绿 铁折 铁折 提 铁折 横 横 横 竖 横 竖 横 点 提 撇 那 这个字念 鸿 鸿 铁折 铁折 提 横 竖 横 竖 横 这个字念 蓝 蓝 横 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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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撇 横 点 竖 横 折 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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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横 非常好 读一则成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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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堂课,我们所学的马到成功,马到成功,马到成功说的是征战的时候, 战马一到就获得了胜利,它形容的是,事情顺利,马上就获得了成功。 小爱,你能不能用马到成功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句呢? 嗯,这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,可能有一个大的考试,他的父母就祝他们马到成功。 非常好,小爱,那阿萌,你能不能用马到成功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句呢? 嗯,这个我知道呢。 那你说说看。 如果我有马,我跳泥坑的时候就可以成功。 哦,是这样啊。 那我们就祝你马到成功哦。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黑白分明。 黑白分明。 黑是黑色,白是白色。分明呢就是非常的清晰,便于分辨。 那么黑白分明它的意思是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对比鲜明。 它比喻的是对是非、善恶、美丑分辨得非常清楚。 比如说,下面的这个图片。 小朋友们,你们谁知道这是哪一个棋类呢? 哎,老师,我知道。 小爱,你说说看。 这是围棋。 没错,是围棋。 在围棋的比赛中,那些棋子可谓是黑白分明的。 谁能告诉我们这张图片里面是哪一种小动物呢? 嗯,这是青蛙。 这是青蛙啊,阿蒙你说对了。 它们一个在查看资料,另一个呢,在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四周。 实际上,我们平常生活也好,学习也好,等小朋友们长大了,工作也好,也一定要认真思考,仔细观察,才能够做到黑白分明。 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黑白分明。 黑白分明。 阿蒙,你能不能用黑白分明给我们来找个句呢? 这不是很明显吗,老师? 怎么明显了呢? 我就长得黑白分明了。 写一点练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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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,让我们来看第一组字。 谁能告诉我们第一个字念什么呢? 嗯,老师,我知道。 小爱,你说说看。 是土。 那第二个字呢? 嗯,是地。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土和地在写法上有什么区别呢? 嗯,地的左边有一点像土。 你说的很对,小爱。 地呢,它的左半部分是一个土,但是呢,它的第三话是一个提。 它的写法跟土有些不同。 这在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下,土在这里呢,是地的偏旁不守,我们叫提土旁。 更多的关于偏旁不守的知识,我们将在今后的课程中详细讲解。 那小爱,你能不能用土来造个词呢? 嗯,土地。 土地,顺着就连下来了啊,非常好。 那你能不能用地来组个词呢? 嗯,地方。 地方,很棒,非常好啊。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字。 阿萌,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两个字分别念什么呢? 嗯,这个我知道呢。 那你说说看。 嗯,一个是大,一个是天。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大和天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呢? 嗯,在大的头顶放上一横,就是天。 很棒的啊,我们以前讲过。 天就是先写上面的一个横,底下就是一个大字了。 那你能不能用大字来造个词呢? 嗯,大小。 大小,很好。 那天呢? 嗯,天空。 天空,非常棒。 还剩最后一组。 你们谁能告诉我们这两个字分别叫什么呢? 嗯,这个我知道,老师。 阿萌,那你说说看。 嗯,第一个是天。 那第二个呢? 嗯,第二个是天。 那这两个字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呢? 嗯,就是天,它有一个长长的尾巴。 那天就没有那个长长的尾巴是吗? 非常好啊。 阿萌,那你能不能用天字来组个词呢? 嗯,天地。 天地呢? 电呢? 电灯。 电灯,非常棒。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堂课的学习内容。 这个字面黄。 橫,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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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横折,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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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这个字面白,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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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这个字念 黑 树 横折 点 撇 横 树 横 横 点 点 这个字念 绿 绿 撇 撇 撇 提 横 折 横 横 树 勾 点 提 撇 那 这个字念 红 银 铁折 铁折 提 横 树 横 这个字念 蓝 蓝 横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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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铁 横 点 树 横 折 树 树 树 横 非常好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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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